冷嗖嗖的天气最适合来一锅热乎乎的羊肉炉 而这家羊肉炉店开业将近有20年 老板很自豪他的羊肉炉是没有羊骚味 不敢吃羊肉的客人一事成主顾 而他原本是卖二手车的业务员 因为结婚生子之后开销不够花费才会谋生创业的念头 一开始不被看好 但是他越错越勇 终于也做出好名声 定几位的 应该是五位 台北新生高架道路旁 高挂红色灯笼 最急还神笑语 汤锅飘散的营云热气 更打散细雨寒意 只留下满满暖意 锅先帮你们做中锅两份多锅再加 然后边先做一份 好 OK 傍晚一到 三十二桌定位时刻 陆续涌入 面对人潮涌进 林才跟女儿林玉昕掌握新台币入带节奏 轮流待客 介绍 点餐 稳稳端上自家招牌 蔬菜羊肉炉 冬天就会想来 因为它用蔬菜炖 所以它的那个汤底比较清淡 然后不会有那种 有些人会怕那个药膳的味道 而且它的一些其他的配菜也都品质都很好 我们聚会大概都会来这边了 汤头很清甜 然后羊肉没有羊烧味很嫩 不会像一般的羊肉炉是那种红烧很咸 然后骨头很多 肉质细致的带皮羊肉 轻轻咬下变化开 开业近二十年 林玉昕探坚持使用比进口羊成本更高的国产温体羊 专调一年两个月的烟羊 大大降低新膳味 我这边就专门治疗不敢吃羊肉的 然后怕羊杀味 你夹一小块吃一吃 你就不敢吃吐掉的话 这种不用钱 目前还没输过 红萝卜 萝卜 就白菜头 还有羊大骨 还有洋葱 变化是九种口味 这是最基本的汤 羊肉炉汤头基底 竟是跟着季节变换的大量蔬菜 不变的是一轮熬煮至少两个小时 混煮出清甜滋味 其实林英才过去没想过 会天天与蔬菜羊肉为伍 本来想开车行 景气刚好很差 更重要的一点是车行的资金非常雄厚 动不动都要上千万以上 做到三十几岁哪有这些钱 也没有钱啊 销售中古车超过十年 随着结婚生儿育女 开销日渐增加 但想创业的冲劲没有消散 前世后想说干脆到 我姐夫这个好朋友 他们在做蔬菜羊肉 就跟他拜托 去那边学羊肉 白天还是照做中古车 对 三点半就是学 学到晚上 他挽起袖子 白时学习 每日每夜 立平三个多月后 终于实现开店目标 只是二手车业务 跳槽做餐饮 背后不少人等着看小话 这很烦 经常看过这段时间 这中间参加 白天这么白白 没有人支持我 连家人都不支持我 我就硬要做 硬要做 他说能借的钱都借的 能卖的东西 只有小儿子老婆没卖而已 头几年亏多少钱 林才说实在难以估算 但他相信只要还开着店 总有一天会被看见 慢慢慢慢地有成长 我觉得有成长外人不知道 他想说我为什么要 鼓手这间店 可是我在做这个我知道而已 他也怕被朋友笑 越觉得我会倒 我就越不想让他们 让他们猜到 我就要做给他们看 年复一年的坚持 好口碑 遇上网路逐渐发达 一传十 十传百 最客难的夏天 生意好转 冬天旺季 来客数倍增 店内规模扩大 不断增加多数 从原本的食桌翻了三倍 然后现在这菜心比较好吃 是哦 对 所有菜心的 林玉昕读小学时 闯在爸爸店里写作业 空地中飘散的羊肉香 是他的成长记忆之一 现在从外场开始学习 妇女俩一起打拼 以前就是 就是看着爸爸学 好像都很有冲劲那种感觉 然后要赶快学 然后要赶快学 然后现在看爸爸就是 慢慢地回来 年轻越炸 然后体力就快不行了 好像也是赶我们回来 没有很老吧 有很老吗 这还好 算年轻 被女儿窥上了年纪 林茵才不符老 即使年过五时 站上炒台甩起锅子 不失大厨风范 爆炒辛香料 大火逼出浓郁香气 为炖煮羊角的老卤汁体味 老卤汁才会越卤越香啊 然后里面越卤越有胶脂啊 这羊角里面竟然 像今天就放了16只羊角的啊 所以过应该十几年了吧 很幸运地点到最后一盘的羊角 好吃 没有羊烧味 吃起来就跟猪角一样了 只要到了冬季 铁粉必点季节限定菜心羊 光是挂菜心 一天备料就需要两百斤 没了外皮粗纤维 下锅越煮越入味 配肉配汤都是一大享受 以前林英才只要靠口才 买一辆车换源静带 现在靠厨艺和翻桌率 才能裁员滚滚来 开车最高机率可以赚多少钱 景气好之后可以赚个十万块油 十万块油 你要卖几多了吗 多了喔 一百点啊 做吃的比较有成就感 看客人把我们东西都吃完之后 连过滤都不剩的时候 那是真的是最 厨师一个最大的鼓励 尽管创业初期不被看好 但是林英才从不气馁 坚守着锅羊肉炉 一晃近二十年 将店面做得有声有色 是他始终如意的倔强 熬煮出一如既往的鲜美汤头 如今做爸爸的多了女儿助力 拖电梦想指日可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